据新华社4月15日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最新报告显示 韩国总和生育率 及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 2021年为1.1 在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 连续两年垫底 根据韩方的统计数据 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.84 跌至历史新低 若要保持韩国人口数量稳定 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.1以上 2月24日 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为272400人 比2019年少了10% 总死亡人数则达到305100人 首次超过了新生儿数量 这也就意味着 韩国首次出现人口自然下降的现象 自2020年开始 韩国进入恐怖的人口死亡交叉 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 而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韩国消失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纽津大学人口教授更是直接预测到 韩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到2099年 韩国如果不做出有效的措施 来改变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韩国也会像日本一样 成为一个人口每年递减的国家 届时韩国的人口将会只有2300万 到2750年韩国将会完全消失